美国要开启和中国的高科技之战 那么中国的底气 为什么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还有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两个人要在14号 主持一场半桃体行业的CEO峰会 国际上著名的那些大公司 什么台积电 什么NTA等等公司 好众都要参加 那么这个峰会的主题 就是要拉拢这些厂商 拉拢所有的盟友 通过芯片这个环节 形成一个新的组织 去围堵中国的发展 去遏制中国的发展 那么芯片这个环节 只要各个厂商能够配合美国 共同一致的来遏制中国 他们认为中国的芯片行业 至少在一定时间之内 会被打压下去 让美国可以处在一个 科技竞争的领先位置 确实芯片问题呢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短板 而且去年暴露的非常严重 什么时候能够突围 什么时候能够不被卡脖子 太多老百姓对这事 特别可被关注了 客观的来讲 美国如果持续对芯片 进行这种打压 那么对我们的影响呢 确实很大 而且这种影响 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呢 如果我们往更长远看的话 前景反而有可能 对美国不太妙 对中国会更好一些 因为就像比尔盖茨说的 你把中国逼近死胡同 中国开始自己独立 搞自己的行业的时候 很快你美国就会发现 等中国有了这些东西 你美国就什么都控制不住了 中国之所以赶在这方面 去跟美国进行挑战 去应战 关键有几个原因的 就是美国控制全球半导体行业 办法是什么 一是技术输出 二是长臂管辖 其实美国自己呢 在芯片里边 也没有多少生产力 基本是靠别人给它生产 比如台积电代工嘛 那么美国要进行长臂管辖呢 它的基础就是技术输出 只有通过技术卡了脖子 才能让各个相关厂商 拿着美国技术 不敢给中国人干活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国家 很多厂商也意识到 这个情况不能延续了 欧洲国家呢 现在扔下了1400余欧元呢 就打算在半导理领域 发展自己独立的技术 一旦发展了技术之后 给不给中国 我不说 起码能够摆脱美国的控制 那么以后 你还怎么进行长臂管辖 管不住 这还不算中国 因为中国还有个习惯 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那举国之力 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说中国也是举国之力 在芯片领域去寻求突破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很多这新的消息 不管是光刻机领域的 还是这个工业领域的 都在不断的搞 那么研制呢 可能不像我们所期待的 那么瞬间能够完成吧 但起码进度 是不断的展现出来的 尤其呢 这种科研领域啊 中国具有很多条件 那是别的国家没法复制 芯片行业 我们现在可能说是不行 但是我们发展方向 看的还是很清楚的 因为美国 包括一些其他企业 已经把路径给我摸清楚了 我们知道的方向和路径 剩下的就是看看 怎么发展 怎么去积累 而有些情况呢 我们在没有积累 没有借鉴情况下 都能够发展起来 怎么做的 比如说 现在特别流行的 高超音速飞行器 你看日本也在搞 印度也在搞 中国 俄罗斯 美国都在搞 现在分成几个梯队嘛 中国 美国是第一梯队 还有俄罗斯也算是吧 然后日本 印度算第二梯队 别的国家呢 在第三梯队接着搞嘛 那么我们怎么搞出来的 2020年 美国才开始在 高超音速飞行器上 大幅度投入进行研制 这个时间起点呢 应该说不算是太早 那么看看中国 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 对高超音速飞行器 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证的呢 1999年 基本上跟美国同时 那么你说我们过去 是摸着石头过河 美国是2020年 才开始大规模的投入研制的 我们是1999年 那么我们摸谁去 没得可摸呀 没有样子可以借鉴的 我们只能是自己 进行摸索研究论证分析 最后几个不同的方向 不管是这个 助推滑翔弹也好 还是高超音速巡航弹也好 几个方向 我们都搞成果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美国 反而是美国的研究啊 没有我们在这个领域 体系更完整 我们为什么能做到 因为我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知道 被围堵是什么滋味 从理论到应用 我们都知道 必须要捏在自己手里面 才能放心 否则的话 一旦被围堵 一旦被割裂 整个产业量是断了 我们承受不起 那么我们要玩的就是大而全 美国可以很商业化 可以把很多产业 交给小朋友去干 然后盟友去干 我把自己核心的技术抓住 就可以了 生产我可以不管 放弃一些产业 这个很商业化思路啊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也不行啊 我们必须担心的是 战略安全问题 我们担心到什么程度 就是当年一个坦克厂 都要考虑到 城市被包围情况下 要独立生产一段时间 从炮馆到一个销钉 全部要厂里面自己解决 不能靠外面运输 所以一个国家是这样 一个工厂是这样 甚至是华为这样一个公司 都要这么考虑问题 不仅仅是我软件的问题 硬件的问题 包括硬件产品的设计开发 华为一个公司啊 都在做这样宏观的规划 更何况一个国家 所以美国现在发现 要遏制中国 只有通过长臂管辖 拉着盟友一起 才能形成一个完整包围圈 否则包围圈不完整 那么至于 美国的盟友在干什么呢 去美国化 所以我们就比一比吧 中国一个独立的 完整的体系 经过不断的隐忍 不断的发展 获得一定的成就 而美国呢 把自己的整个产业 虽然目前还强势吧 但搞得支离破碎 而且跟盟友之间的关系 又逐渐的走向 离心离德 那么长远来看 美国在高科技行业 如果想跟中国竞争 它的底气 还能维持多久 恐怕就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了 好 关于中美之间 高科技战争的 未来发展趋势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